這種陰性星座 我們是真的要融入 真正的感情 那個拔不出來太可怕了 對喔 那個太可怕了 抽離不出來 對 我覺得拔不出來 沒有 抽離不出來 好啊 怎麼剛剛多了 我剛剛你還對 欸 怎麼會這樣呢 可是咖還沒拔出來 有一批人 他是想要找穩定對象的喔 有哪些星座是這樣呢 那這個是我們的網路數據調查 這不是我自己掰的 那我們就是2019年 有一個亞洲交友約會社群 針對全台同志族群做的婚戀統計 來 分析出以下結果 因為他們就是願意結婚的星座 喔 你們猜是誰 我猜一個金牛 我覺得一定有處女 OK OK 你猜金牛 我猜金牛 好 我先猜處女 處女座 身邊有這樣的人嗎 因為我覺得處女座的感情很細膩 我覺得他們會希望一個穩定 你們自己呢 天秤跟獅子 我覺得獅子應該不會 你覺得獅子火象不會 風象 不知道耶 天秤應該是蠻想要有伴的吧 對 天秤希望有伴 但是是不是結婚就再說 對 一定要先相處過後 我的生活當中我有同志朋友 哇 很快就衝去結婚的 有金牛 有雙子 有米 這三個真的很敢做自己 然後那個衝去的金牛跟雙子 一年後就離婚了 就是先結嘛 先結在說 先幾夜看看 對 是什麼感覺 結了之後可能他們變成 兩個都是有婚姻了 他們就會多了很多期待 然後就發現你沒有 沒有辦法給予 對 懂 因為角色會改變嘛 就像你們如果在戲裡面 是兄弟 然後要改變成戀人 這個角色就不一樣 對 一定會 其實我覺得獅子座 是很渴望穩定感情的 但是因為剛剛前面的淡書 是交友軟體做的調查嘛 那我覺得如果獅子座 在玩交友軟體的話 我覺得他不會是想要 找一個人結婚 我覺得這是我為什麼 沒有把自己放進去的一個原因 沒有啦 這個交友軟體 它有一個集團 然後是專門做 不是在裡面認識交友軟體 所以這個才能夠做 做婚戀調查 那幫我加一個獅子 就是有可能 有可能 你如果很喜歡一個人 你是願意跟他 因為獅子好像很難 真的喜歡到骨子裡 如果真的喜歡到裡面了 我覺得他就會想結婚 要結婚 我懂 獅子很難 因為獅子的夫妻風在區別 要有一點距離 對 神秘感 有時候 不可觸碰感 不不不 獅子座只是很懶 如果有一個人一直在旁邊 獅子座會覺得這樣太忙了 是不是 會有 會有 會會 對 所以獅子會不會結婚呢 一個猜金牛 一個猜處女 對 然後我剛剛也猜了幾個 那我們來看 第五名 巨蟹 這個不難想像吧 巨蟹愛家 渴望有家 需要安全感 然後也很願意在 我們的家裡面付出 享受那種我照顧你 照顧我的生活 然後就定下來 一起耍爛耍廢 我覺得 也可以 巨蟹OK 而且他們是非常願意 扮演那種很像女生的角色 照顧者的角色 我不是說是性生活 我是說生活中 就是他們是男人中的女人 第四名 什麼座 好意外喔 很意外 射手座 我也很意外 雖然我知道 射手座一旦定下來 是蠻安定的 嗯 這個 應該在做第二輪調查 就是他們是戀愛過幾次 戀愛過二十二次之後 超過才會 真的說不定 說不定 所以射手座是第四名耶 哇賽 我知道了 有很多射手座喜歡找幫手 他們覺得人生有 神隊友就對了 對 神隊友結長獨短 那如果沒有人幫他顧好大後方 這個人蠻體貼的 他很可能就會興起想要結婚的心 會比一個人單打獨鬥好很多 第三名 想結婚的同志 雙魚 雙魚很不意外 浪漫雙魚 浪漫雙魚 嗯 而且雙魚座 覺得這個浪漫跟他的付出 不會浪費 有一個結果 對 會有結果 嗯 原來雙魚會這樣 那雙魚也蠻喜歡自閉的 所以如果有另外一個人 可以幫他打理好其他的事情 他也覺得蠻有安全感 第二名 雙子座 怎麼可能 哇 真的假的 我有好幾個很好很好的朋友 都是雙子座 他們完全沒有讓我感覺他們想結婚 哈哈哈哈 我告訴你 他沒有讓你感覺想結婚 但他說結就結婚 喔 閃婚型 對 雙子座是笑耶 而且很敢 因為反對他越敢 真的喔 對 雙子座是這樣喔 所以試試看 這邊如果有雙子 你反對他 他可能就去結婚了 哇 你看我剛剛就有猜到雙子啊 哇賽 第一名 處女座 洪璇猜對了 處女座 處女座應該是個性也比較潔癖一點啦 嗯 你精心在處女啊 對 就好像聽說精心是類似那種 友情 愛情 還有生活潔癖什麼的 都是在精心 對 好像是這樣 所以我對處女有一點點認識 然後我自己好像又有很多面向在處女 有了精心處女就會 對 因為你連花心都要挑 對 那這樣就不太容易花心 對 花心的種子就被自己阻擋了 對 比如說才吃個東西 吃像怎麼這麼難看 他根本就 嗯哀哀就哀哀 好喔 那這個調查有沒有準呢 希望同志朋友給我回饋好不好 你們是這幾個星座 你們有很想結婚嗎 來第一名處女 雙子雙魚射手跟巨蟹座 好有趣喔 那兩位演了這個戲 有改變你們的形象嗎 之前有個訪談問過 真的喔 就問我說我有沒有本人真的愛上過 邱宇辰本人這個人 我回答是有 然後他們不相信 所以我們有個測謊結果過了 你過了 你沒有說謊 對 因為我那個當下 我印象超深刻 我是很錯亂 我就覺得 欸我為什麼會有這種邪惡的想法 怎麼會邪惡呢 我坐在那邊然後這樣 想霸佔他 對 因為我們兩個拍床戲的時候 我們真的覺得我們很幸福 然後我就跟弟弟說 我們要把真心交出來 對 心都要交出來 我們要好好的去享受那一天 演戲真的是一個好危險的行業喔 對 萬一我把心交出來 然後可是你是屬於那種說 說走就可以走的 那我怎麼辦 你聽起來好危險喔 應該是說我們 只要享受那個moment就好 我們不要去管後面其他的 所以我們就很享受那個moment 所以你就是那種一夜情的高手 可惡 工作 工作 對 所以演員可以專業成這樣 不簡單 所以我們在拍的時候 我們沒有任何一點覺得尷尬 或是覺得怎麼樣 你親到來 我都是覺得很舒服 舒服到我中間有 不小心 露出一些嬌喘的聲音 對 真的 真的 太自然了 然後當下我都不會覺得怎麼樣 然後 但我們一咔 然後我們就去看monitor 你了解 我們回去看monitor 然後我們 哇賽太刺激 哇完全不敢想像 剛剛到底經歷了什麼 對 因為劇本也會有指令嘛 但我們其實整個過程 我們是真的生物本能 我們沒有再管指令了 對 所以你看陽性星座的人 多麼的活潑大方 他們可以 我受工作就是工作 可是如果是水象 土象 這種陰性星座 我們是真的要融入真正的感情 那個拔不出來太可怕了 對 那個太可怕 抽離不出來 對 我現在拔不出來 抽離不出來 好 怎麼剛剛 我剛剛你拍 欸 怎麼會這樣呢 咔還沒拔出來 有 有 你們也一不孝了 怎麼回事呢 這樣不太好 我們來看第二支預告 出來了 BLG找的都是異性戀 異性戀來演同志 因為女生會喜歡上 異性戀的男生 所以異性戀的男生是 我們喜歡的 然後我們要你們演同志 但是呢 到底你們會不會因為這樣 就愛上同性呢 我們就來做個測驗 好 愛上同性的幾率有多高 這四張牌 你的第一印象 挑出一張 你最喜歡的 來 雨晨 我選D D喔 好 你選D 我完全沒有猶疑 任何剩下的三個選項 對 那我選B好了 你選D 我 他的兔子 反而是最小隻的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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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來看 答案揭曉 如果你選到第一張 這個叫戰車牌 發展同志愛情的機會 40% 身邊如果出現讓你心動的人 而他剛好跟你同性別 你正在煩惱跟測試自己 那畢竟愛情來的時候是不等人的 那是時候好好想一想 什麼是你要的戀愛關係了 你也有可能錯過這40% 因為只有40% 可能動力還不夠 對 他也很怕 賣出了這一步 結果自己不是 被60%蓋過去這樣 對 可能 我選擇2 我選擇2有60% OK 我是走日久深情的路線 如果這個時候 你身邊有喜歡的同性朋友 你十分有可能 有跟他成為情人的可能 因為已經習慣了 已經相煮久了 未簽就是這樣 未簽喔 就是哥哥在戲裡的角色 所以相煮久就可以 對 我跟你講針對這種人 強烈的攻勢反而不妙 要抽離 溫水煮青蛙 因為這個角色是走長久經營的路線 本來就應該要溫水煮青蛙 你就是煮著煮著就變真的了 可是在戲裡面這個年輕的小孩 就是會比較想要 對 想要確定下來 後來我從美國回來我就變了 他中間被我趕出去 讀書了四年 對 就有自信了 對 回來之後就 回來整個人都變了 喔 戲裡面有這個轉折 有 喔 剛好可以讓這個距離 讓大哥去好好思考一下 到底對他的感情 結果他變了以後 哥哥反而很有感覺 對 對 就覺得欸 長大了好像可以 又兼備照顧的感覺 欸 我覺得這原著小說很厲害 對 因為這就是一直苦追追不到的人 該做的事 對 叫做放下 對 沒錯 然後 你要讓人家去思考 對 讓人家思考 然後只是說很遺憾的是 如果這個人有感覺 這個人沒感覺了怎麼辦 就這樣反而沒有 就是沒有緣分 緣分就沒有 對 就沒有了 好 這是我選到的 好 那選到三的同學 我 Yahoo